也要來看台北市 台北市長官問題 今天下令 台北市二十間基金 接任便宜的台檢站 以這個快胎為主 台檢是優勝的 而且PCR就要先來送去檢驗 要把握時間撤回團保連 現在這個台北市有三十一位 較近的固案是適期聯絡的 疫情相關檢驗2年 過不久台檢民所 台北市長官問題 是在公約會議 下令台北市一十間 今天最近本年快胎站 以快胎為主 若快胎是優勝PCR要優先上減 快胎二十分鐘之後就能知道結果 PCR要等到兩天到三天 官方表示 白白後 上減時間 遷言趕緊撤回團占人 本土疫情報告 台北市團署有五十名 較近五岸四人 日至暗時 台北市經常接到衛生局通募四人 五十人的名字大後 告知市委寺 已經找到五十九人 目前要過三十一人四人 這些民眾到醫院去採檢的時候 有可能是資料沒有留完整 例如電話填錯 或者是電話沒有填的狀況 導致我們的衛生局人員要通知他們 確診的時候有聯絡不上的情形 那衛生局這邊除了匯報給中央 最新的資訊之外 我們也同時請警察局來加強的協助 跟所有的縣市說明 如果這個確診者 那第一時間在聯繫上 聯繫不到 那就同步啟動警政的協選 指揮中心表示 全台四連組織每天都在改變 重要是第一時間的競爭啟動 約到要老實醫院 如果沒有的醫師出訓 約整嚴重為該過地震 主管不夠的問題 台北市會啟動 刷定關於全後備台 管理人員會用到快台 以及鳳雅大修訂 提供確診者 約水到當時有機構的相關協助 造成強度難關 記者綜合報道